楼上出現陌生男子 欸 我跟你說 你不要跟別人說 樓上好像有出現陌生男子欸 我跟你說 你不要跟別人說 樓上出現的陌生男子 好像是去林泰家欸 我跟你說喔 你不要別人說喔 那樓上有一個陌生的男子 經常去林泰太他們家 但是我就不會看過他們的老公 我跟你說 你不要跟別人說 樓上出現陌生的男子 好像是去林泰家 我是沒看過他老公啦 還是那是他情婦 我跟你說你不要跟別人說 樓上出現陌生男子 好像是去林泰家 我是沒有看過他老公啦 還是那是他情婦 林小弟看他很陌生的樣子 我跟你說你不要跟別人說 樓上出現陌生男子 好像是去林泰家耶 我是沒看過他老公啦 還是那是他的情婦 林小弟看他都很陌生的樣子 我猜應該是外人啦 還剩下的女子 林小弟看他都很陌生的樣子 我猜應該是外人啦 還是那是他的酥哥爹地 老師 我跟你... 好了 我都知道了 那該怎麼辦呢 奮鬥一輩子也遠離孩子了嗎 你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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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劉榕湘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個是 當我們家有青少女時期的時候 父親你應該要關注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在講這個議題的時候呢 其實讓我直接想到了我一個很好很好的朋友 他是滿早一批就去當了台商 那個時候他們家的孩子也出生了 然後小布隆東的跑來跑去 非常可愛的一個孩子 有一年 他知道我要回家鄉了 他就說 我們有空來聊聊天吧 我說好啊 很久不見了 他說我要告訴你一些事情 今天我要跟你講的一件事情 是 我沒有跟我太太講 我想要告訴你 我說 什麼事 你在中國 遇到了另外一段情感嗎 但我話還沒講 他笑一下說 你不要亂想啦 我要跟你講的是一個 我有一個很複雜的情緒 想要跟你聊一下 他說 你知道嗎 我有一次喔 就是台灣剛好需要找我回來開會 不在我的預期當中 我就飛回來了 飛回來了以後呢 我就給我太太一個驚喜 哇 你回來了 是啊 是啊 我在機場跟她聯絡 跟她講說 我難得回來 然後今天 我去接我們家小孩好了 因為很久沒去接她了 我好想回味以前 去幼兒園接她的經驗 好好好 真好 他說我就站在 那個是一個國中的門口 車子停在門口 看著很多的孩子下課走出來 他說你知道嗎 我在那個地方我愣住了 好多好多的人走出來 我既然一剎那之間 認不出我的小孩是哪一個 認不出來 後來想一想 因為到青少年嘛 本來就 又是不一樣的制服 又有不一樣的穿著 跟她小時候的很多想法 都有點不太一樣了 一瞬間當然 他說還好 那天我沒有給我太一個驚喜 就是接錯小孩回家 可是這個經驗 一直在她的腦海當中 她就跟我閒聊閒聊 我說你知道 我花了好多的精神 希望照顧我的家 可是為什麼我現在跟我的孩子 已經沒有什麼共同語言了 我就想到了 我們在研究當中 或者是很多的 看到很多的故事裡面 我發覺到非常多的父親 他為了愛他的孩子 他其實花了非常多的精力和時間 用他的工作轉換成為價格 轉換成為經濟上的好轉之後 能夠愛他的家 我覺得非常棒 非常非常好 沒有人會去否定這樣的事情 其實後來父親會想一件事情 當我花了這麼多的精力 在投注在這個家之後 為什麼眼前的孩子 我竟然有一點不認識他了 這件事情也讓我聯想到了另外一個 社會的一個經驗 有一個我們熟悉的一些藝人們 他們也因為非常的投注在他們的事業上面 就他的小孩 竟然做出了一些超過他預期的事情 被當了一個罪犯抓了起來 這樣的事情其實讓我們聽得都挺傷痛的 我們要談的不是這些人的家 而是所有的這樣的父母 我後來出來的回應 大概的回應幾乎都是 我的孩子其實不是這樣的 因為在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不是這個樣子的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聽話 講到非常非常 我們都絕對相信他所口中說的 所有一切形容他孩子的部分 可是事實在前面是他的孩子 最後出現這個型 我就開始去想一件事情 當我的眼裡面還是這麼小巧可愛 在這麼活潑可愛的孩子的時候 當他慢慢地步入了學齡期 進到了國小 我決定要投入更多的工作 去滿足孩子的需求 一方面也是看見孩子慢慢地成長茁壯 我也安心很多了 我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回到我的職場 有一些母親也都回到了她原來的工作 所以讓孩子就交給了學校處理 可是在這段時間裡面 我們慢慢忽略一件事情 那叫青少年的發展 當孩子要步入青少年的時候 他正在做一個非常簡單 而強而有力的自我認同 他需要去釐清他到底是誰的時候 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人練習 在找人練習的過程當中 如果父母不在身邊 他就找別人練習 在他的情境當中 如果一直慢慢挪移的時候 好像在他身邊的人不是我們 而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其他人 在青少年的過程當中 父親的形象非常的重要 研究讓我們看見了 當一個父親對孩子來講 那是做一個成為一個大男孩的楷模 他如何看見一個男生 必須要有所肩膀去面對一些事情 同樣的在處理事情 學習不逃避 也就是我們一個父親 在職場上的角色 在職場上面 該做事情的應對進退 孩子是看不見的 一個父親對於女生 他正在學習面對異性 他在學習交友 如何認識我身邊那個小男生 他也好喜歡我 那是愛嗎 是還是不是 爸爸你可不可以讓我知道 當他要回頭問的時候 父親並不在身邊 所以當這一些楷模 孩子找不到的時候 孩子最好找的就是網路 最好找的就是很多 我們不期待發生的事情 但全部都映入他的眼簾 聽入他的耳裡 傳送在他的口條當中 所以所有的爸爸 當我們在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 原來在青少年時期 有兩個很有趣的角色 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一個叫戰士 另外一個是保護者 這不是我說的 這是一些學者們 怎麼去領情的一件事情 戰士的意思是告訴我們 戰士不是永遠只是成功 他在學習的是 對一些事情堅持而不放棄 當我遇到了高山 或是低谷的時候 我還能夠慢慢地爬起來 這對青少年非常重要 青少年遇到挫折又如何 重新來一遍就好了 當他來來回回知道 他該怎麼去面對 以後的人生的時候 他學到的是一種任性 一個好的戰士 他一定具備一種任性 這個任性足以保護 我們身邊的孩子 在青少年時期 他要到處去摸索 各種經驗的時候 我們不要拱手 把我們的孩子 讓給別人去保護 所有的父親 你必須當然不讓得出來 去保護你的孩子 因為他正在面對一個 極其陌生的生理 心理 外在環境 所有的挑戰 這時候挑戰 不要讓你的孩子 很孤單地面對 你必須要跳出來 去扛住這個責任 去成為你孩子身邊 面對任何事情的戰士 面對任何事情 你是一個 讓他有安全的一個保護者 所以在青少年時期 了解孩子的特質 針對他的特質 所有的父親 我們應該要釐清 當孩子漸漸挪移他的行為的時候 你到底在哪裡 對話 多謝 給人 純 你 拔掉 對 感谢观看